风鸣香实体坪修气区内的823艺术村举行了《眼不见为敬》艺术展 展期从即日起到11月30号 这场艺术展是由长期关注原住民当代艺术与文化的Naga负责策展 他特别邀请到五位备受国际肯定的原住民当代艺术家来参展 《眼不见为敬》艺术展有五位原名艺术家 分别利用纤维、铁、竹子、影像等等多元素材创作 边南族艺术家马赖则是利用羊毛毡、线成物、铁汉等媒材 创作名为《一滴泪》落在海洋的作品 而港口部落的艺术家姨佑就特别利用了钢筋创作出名为《无形》的手作品 是很无形的那双手 然后就是我就觉得冥冥之中其实有非常多 看不见的双手一直在帮助 在保护着自己这样 2020年全球面临前所未有的武汉肺炎疫情 地球上的生命跟环境也面临重大威胁 而占据地球最大面积的海洋深邃而沉默 却是最被忽略 如何跟自然环境和解共处 重新找到洗净心灵与生态的力量跟智慧 这一次艺术展就特别以《眼不见为净》作为主题 为什么大家明明都看到你去海边的时候 就那么多的垃圾 你其实都装作没有看到 你只看到那个眼前的那一片很美的沙滩 或者是很美蓝色的海洋 或者是你去浮浅化这些珊瑚很美的 你大家只看到你想看见的 那也不见为净 你其实就是你一直装作 你在跟自然相处的时候你都看不见 艺术展从10月17号开始到11月30号 在港口部落823艺术村展出 次展单位希望传达原住民族 与自然共生的文化底蕴 并且审思过度仰赖全球化经济发展 对于土地跟海洋生态的严重破坏 去者高双双 风冰箱采访报道